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 这是我们第304期 当你们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间 我们应该已经是踏入了新年了 已经是2024年了 虽然这期节目录制还是在2023年的年底 为什么这期节目我们不作为12月的加根节目 而放到了1月初 说实在的就是最近比较懒 所以不想做一期加根 然后马上要做一期1月份的节目 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聊 所以新就把这期节目放在了2024年1月份的第一期节目了 反正这期节目也是把2023年给总结一下 虽然好像上期节目刚刚说过 今年都不想做什么总结了 但是真的到了年底了以后 觉得还是要对得起观众 还是要稍微总结一下 是吧 群里面有小伙伴说了 还是要领导发言一下 我说你们上班领导发言没有听够吗 这工作总结还没有做够吗 是吧 对 但是说实话 这一期为什么我们是留在2023年的年底来录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把海王2这个片子看了 然后在这个节目里面讨论一下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说海王2应该是2023年大制作大片的最后一个 因为它是赶着圣诞节这个期间上映的嘛 所以说我们以前就是一直觉得12月份如果是不讨论一下这个片子的话 感觉好像也是缺点什么 但当然了大家对海王2的这个片子的期待值可能也不是特别高啊 所以说我们总结2023呢和加上讨论海王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么一期节目里面一次性的把它做掉 老张你说你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懒啊 但我相信除了就是没有去订院的经历和时间之外 你应该在家里面也看了一些别的东西吧 我最近的话就因为放假了嘛我这边 我一共从好像20号左右开始放了 一直要放到10号 所以时间也挺久的 那在家里就给老婆看电视剧呗 老样子是吧 那么大家都关系老张老婆最近在看什么电视剧 那这里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几天呢一直在看那个三大队的那个电视剧 秦浩演的 三大队其实挺特殊的 因为他的电影也是同时时间上映的 所以有电影又有电视剧同时输出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好像电影也上映了 但是呢好像是那个陈渣男做制片的 然后又是那个张艺演的 所以也不是特别想去贡献票房 既然有这个电视剧看 然后又是那个迷雾剧场的 又是秦浩演的 那我就决定还是看电视剧吧 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还真觉得是挺不错的 挺走心的 演的也是挺好的 但现在看到十几集以后的话 就觉得拖泥带水又出现了 因为以前迷雾剧场的剧啊什么的 就是都是挺短的 没有二十多集的 这一次的话就是二十四集 明显你就看得出里面就是注入的水分特别多 从差不多十集开始往后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些三大队 这些老人们就没事就老聚在一起一块吃饭 一直就是怀念以前的这些日子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太多了 然后就是很多家里的这些矛盾啊什么的 就好像哎呀 重新组队出去啊 大家都有新的生活了 都比较困难 但到最后呢 总是家里人还是很支持他们的 就这样的一回事 就好几集都在干这个剧情没有什么很快的发展 但都是在做这些煽情的东西 所以现在看到十六集的话就觉得不是那么的好 但同时呢又有一部新的剧上映了 这是王家卫导演 应该是第一次做电视剧吧 也是十年的制作了 七年准备三年拍摄 然后这部剧叫繁花 我在网上看的是一个护语版 就像之前那个爱情神话一样 就里面主角的话基本上全都是说上海话的 这个剧的话我真的觉得是 就是从摄影方面啊 虽然说王家卫近几年也没有出什么电影 但是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就是这个摄影拿出来的话 可以碾杀就是今年可能一半以上的这个国语电影 就一部电视剧 他的摄影啊什么的都比电影要好 然后里面的这些演员阵容啊 胡歌啊马毅丽啊 什么这些人的话放一起的话 真的是很有这个上海味道在这个里面 如果能听上海话的 尽量去看这个护语版的 虽然好像说国内护语版还没有正式上 但是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 所以可以找得到 这个我是挺看好的 但是我也没有看太多 目前的话只看了六集 反正是看着挺有味道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电视剧 是我之前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注意的 就是这个漫威的What If第二季 我也是差不多在圣诞节的时候 突然发现它上映了 然后开始看了 然后没想到它好像这两天是 每天都在上映一集 所以就是说每天今天 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话 都可以看一集这个东西 其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以前的话都要一周等一集 一周等一集 对现在就每天看一集的话 感觉还挺不错 因为就是这几年的话 可能漫威的这些东西看的有点 真的有点乏味了 就觉得好像质量都不是很高 但是看这个电视剧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它每集的话 基本上是个独立故事 然后你完全知道 这个跟漫威大宇宙的东西 不会扯上什么关系的 所以你看的时候 没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只是希望从这里面得到很多线索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就一个个短故事看的话 还是稍微有点意思的吧 我觉得可能体验的话 要比看什么蚁人三 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要好很多 我觉得像Walif那个剧的话 因为它每20分钟是独立成章的 所以说总在说看起来 就是说没有特别高的门槛 然后就是投入压力方面也比较轻 那么可能看起来就是比较轻松 像你讲的就是每天看一集 觉得挺有意思的吧 就这么看下来了 而且今天的话 我发现第三集的预告片也出来了 所以第二季 第三季就是感觉是要紧接着第二季要上了吧 我最近也看了 在看一个电视剧 还没有看完 叫做Richard Season 2 第二季 第一季是我看过了 是挺喜欢的 他跟汤姆库鲁斯 汤姆哥不是拍过一个电影吗 就讲Richard 作为神探Richard的这么一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20多本书的这么一个长的侦探小说系列 那么这个电视剧第一季播放的时候就挺有影响力的 我再看第二季 第二季其实质量也不错 故事还没有讲完 但是他把神探Richard带到他原先的以前 就退休之前 从军队退休之前的一个团队里面去了 然后这些人物之间的互动呢 什么呢 感觉好像就是挺有意思 挺有张力的 所以这个剧的质量不错 我还在网飞上面看了这个月球判军 是扎岛最近新出的 就是跟网飞合作的那个电影吧 这个片子呢 怎么说呢 我看完之后心里觉得就是比较复杂 不知道怎么说好 首先呢 很多朋友说 扎岛开始要拍这个什么科幻片啊什么的 我想说的话 这个片其实并不是科幻片 它就是针对于科幻片来说 就是基本上是星战对于科幻片一样 它其实是个西部片 但是呢 它就是把这个环境设定在外星球上 让你感觉好像它其实是科幻片一样 但其实它里面完全没有什么科幻的东西 跟科幻其实是不怎么搭边的 算是个幻想片嘛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我就是觉得这个片子感觉好像是挺唐突的 首先它说是第一集和第二集 但是这个第一集呢 故事感觉很平坚 总的来说是一个七勇士那种 就是组队的这么一个过程 虽然说是两个多小时 我还是觉得这个片子中间 应该是切捞了很多东西 看完之后找了一下 发现好像是明年年初的时候 会有一个扎导版 就是加了一个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内容 进来的一个新版 也是就是这么一个月球叛军的第一集 就又玩这一套嘛 对 有些时候我觉得它应该不是 Zack Snyder自己决定的 有可能是就是网非要求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 两个半小时以内 但是其实扎导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其实它是奔三个半小时去的 那么如果你要是砍掉了一个半小时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这人物跟人物之间 就是组队遇到一个人 然后在组队再去见下面一个人 这两段三段四段之间 其实有很多联系搭桥的东西 其实都是被砍掉了 而且你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都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剧情给他们的东西 其实都是挺短平快的 就感觉好像这个片子 算是切得非常唐突 我觉得如果是明年再看家常版的话 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现在很多人的反馈 其实都是非常负面的 主要原因就是应该感觉不是特别完整 我就是给这些人给劝退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特恶心 你说其他电影 比如说拿破仑我们之前聊过的 这些都是要进电影院的 所以电影公司要求要剪个短一点的版本 可以放在电影院里面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个东西你是扔在网飞上面的 根本没有理由要做两个版本 一个长的一个短的 而且这个版本出来之前 他们已经开始宣传这个扎导版了 是这吗 就是说你让大家要不要去看这个呢 还是等着扎导版才出来 就是说都是在网络平台上面看 有什么区别吗 对啊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正义联盟那个事情 感觉好像是拉了那么多年 大家一直讨论来讨论去的嘛 就是最后呢 出来一个正义联盟的一个 就是网络版的一个扎导版电影 但这个电影呢 其实也是超过了四个小时的时长 很多朋友就是说 其实因为这个时间长度 没有办法一口气看起来 所以很多人一直都没看 对吧 但是你最开始的时候的计划 就是说应该把它切成一个小时 或一个半小时 这么一个系列 大概三集四集 这么一个系列 你有充分的时间 去把这个东西做完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让人享受的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高质量的东西 在网络平台上 也都是四集六集这样切开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有足够的篇幅来发挥 你自己的想象力什么的嘛 那么扎导现在做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第二集已经拍完了 已经在进行后期制作了 所以说你知道它脑子里面 应该就是有 大概六个小时左右的内容吧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 就是很不理解 这种战略方面的决策 这东西应该也不是 Zack Snyder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因为他很明显 他是想要做自己六个小时的内容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网络上面 就是很不理解 对 而且它那个版本是二级的 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版本 好像是PG13的 所以里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是扎导自己说了 就是现在你们能看到这个版本 不是它的理念的东西 就它现在都在给这个东西 做负面宣传 对 所以我就是在想 可能是如果是还没看的朋友 像老张你可能就是觉得 还是不看比较好 等到他这个正经像扎导自己 说这东西是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出来了之后你再去看 这样你可以一次性的 把这个东西完整的欣赏完 可能是比较好 没开始看的朋友们 可能应该可以跳过等一等 不着急 因为这片子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 有潜力的地方 比如像图片 比如像固定地方这些 因为扎导是一个非常视觉的人 所以他做这个东西做的比较美 或者是用情绪和屏幕上内容的节奏 来表达自己的一个 就是故事情节的张力 这些东西还是都是他一贯的手法的 所以我觉得最终的结果 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要等到明年上半年 其实才能看得到 我今天还看了另外一个片子 叫做《汪卡》 是陪小朋友们去看的 这个片子是甜茶主演的 应该就是巧克力工厂 这么一个电影的一个前传吧 讲的是它是在拥有巧克力工厂之前 如何跟在这个城市里面 跟其他的巧克力的商业公司进行搏斗 如何认识自己身边的一些可信赖的队友 这么一个过程 片子呢 我并不觉得这个片子有什么魔法亮点 甜茶的卖相呢 是绝对是在的 但是选择甜茶做这个片子的主力 核心人物呢 其实也是一个错误 因为甜茶呢 有点像 Daniel Day Lewis 就这种演员 就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戏剧化 舞台化的演员 他是一个 我们叫什么 叫做Method Acting 就是说把自己变成了这个电影中的 要表演的这么一个人物 非常细微的这些小东西来表达人物的情感 或者是人物的内心世界 其实是使用 他是使用这种 这微表演型的这种人的 这个类型的演员的 像Wanka这个电影呢 其实它是一个音乐剧 屏幕非常非常的绚丽 有各种各样的歌唱啊 局部地区的舞蹈啊什么的 然后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有非常戏剧化 卡通化的这种表演 像Olivia Coleman 这些人物在里面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就是赞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呢 甜茶的表现就不行 总感觉好像他其实还是放不太开 他其实还是在自己 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 就是比较小的表情啊 比较细的一些台词啊 他总是试图去捕捉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不是呃这个电影想要展现给我们的 其实就是适合演 反映一篇他不适合演这种IP的电影 甚至在那个沙丘里面 其实他的表演也不是特别的 不是那么的好 我觉得 然后又看到这个电影公司 都不敢把这部电影 按照这个音乐剧的方式去宣传 你知道吗 完全不敢 不敢去这样的宣传 啊 然后导致这部电影 好像就是奥斯卡现在提名里面的话 音乐好像一个都没有拿 所以不知道 我觉得是挺失败的吧 对 他的音乐比较一般 你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说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就是做这个电影的人 他想把这个IP做成舞台剧指定的 就是这个片子过去了之后 指定会有一个Broadway的制作 然后到全全世界各地大城市上去演出 那么我带我的女儿去看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同学一起去看 这些孩子看的都挺高兴的 出来的时候都是哼哼哑哼哼哼这个歌的 但是从这个我们看过的音乐剧电影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片子的质量其实是蛮一般的 他有点像Mary Poppin 2 就欢乐满人间2那个片子 就是说都面对观众是小朋友 家长在这里面能得到的乐趣比较有限 然后就是说这里面因为演员 因为剧情各种各样 有一些不是磨合特别细致的地方 导致就是这个片子 其实在内功上达不到某一个层次 看还是可以看的 带小朋友去看 花大概一个大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也达不到点赞的地步 就是这样 说那么多 其实我这两天本来有一部电影想去看的 是那个石头姐Emma Stone的那个Paul Things 它是跟海王同一天上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 其实只有很少的电影院 很少的场次有上 所以它应该是那种叫limited release 就是比较小的这样的退出 应该是在1月2月会重新退出一下 所以就没有机会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觉得其实国内好像已经有很多朋友看过今年很多奥奖提名的电影了 但是我们这边都没有上 比如说那个什么The Holdover 我们的这边都要到1月份再上 1月中旬 对 所以这个假期虽然给我很多天的假期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电影看 对我来说的话 还是觉得心里挺痒痒的 那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我们已经看了的这个海王二吧 也是这个DCEU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现在很多这个自媒体都在说这是给DCEU在送中的一部作品 都以这个在宣传了 是吧 送中的话说起来就是有点比较丧气 但是话据点是至少的吧 就是说从扎岛最开始做起来正义联盟 带进来这些正义联盟里面的人物 那么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 然后呢正义联盟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开始收口了 然后以后呢滚岛要开始接班了嘛 那么在滚岛接班 介绍进来自己的人物 自己的作品之前呢 就是海王应该是最后一个片子了 那么对于我们以前熟悉的DCEU 包括像什么神奇女侠这些人物啊 那到海王二这里就是到此为止了 说实话我对海王的这个人物的两部 独立电影呢 我其实期待值都是蛮低的 海王一呢票房相当相当成功 我们当然是可以讨论一下 为什么海王一的票房会非常成功嘛 但是对于我来说海王一跟海王二 现在看完了之后 这个片子的质量大致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海王二更草率 我觉得海王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话据点 这个原因啊 导致于说很多制作方面的东西 都已经开始有点放弃的那个感觉 感觉好像就是说我做得好 或做得不好都无所谓 反正就是最后一次了 做完了之后我就去干别的了 所以说就在这个片子里面 有很多就是莫名其妙加进来的东西 或者是有头无尾的东西 就是让我感觉就是比较 比较浮躁吧这个片子 虽然说这个片子已经听说很长时间了 因为制作出来之后呢 又因为疫情原因又拖呀 上映又延期呀什么的 但是就不应该是看到这种 就是半完成的状态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片子没有什么诚意 老张你的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这部片子 它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它本来是要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也是跟着这个阿凡达 水事件 是差不多时间要上映的 但是两部都是说这个海底的 那你这个CG是比不过别人的 所以它很明智的就往今年推了 然后这部片子应该是在这个 闪电侠之前出的 所以说送中的话 应该是闪电侠 应该是那个最后一部作品 那他们好像一开始说 在这部片子里面 我是听说是会有蝙蝠侠出现的 这是唯一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被砍掉的东西 但剩下的东西 我觉得故事本身的话 还是挺完整的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甚至这个一年里面 这部片子可能做的补拍什么的 都是非常有限的 从一个片子的质量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海王这个系列 包括一和二的话 它其实是最接近漫威的 这样一个有打斗 然后又斗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做的 特别这第二集里面 你会发现特别明显 海王去救他弟弟的时候 然后一路就在开嘴炮 就是人家都不理他 他一个人就在那边 一句又一句的 是吧 一会儿说他是cast away 一会儿说他是Loki 是吧 就这种玩笑 一个接一接一个的 就好像怕人家 不觉得这个东西不娱乐一样 我觉得他第一集成功的话 也是因为他和其他的DCEU 当时的其他DCEU 走的方向稍微不同一点 因为其他的扎倒的宇宙里面的电影的话 都是比较灰暗的 是吧 所以这一部的话 它是比较漫威的 而且是在漫威队吃相的那几年里面出来的东西 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接受会非常的好 所以海王一特别成功 海王二他还是走这方面 但是时间变了 现在大家对漫威这些东西已经非常厌倦了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出来的话 得到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看到你这些笑话什么的 就觉得 像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太开嘴炮了 不想看这个东西了 我相信如果现在你读夜三这样出来的话 也会得到同样的反馈的 因为读夜三也是走这方面的 就有点像死士一样 不停的开嘴炮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出来的话 我觉得一样会受到了一点影响的 包括这个死士三明年要出来 我相信如果他继续走这个风格的话 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也不会太好 单凡他的好处就是里面有金刚狼 不管怎么样的话 还是会有很多人去支持这个东西的 不过海王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他比起其他就是DCEU里面的电影 甚至就是神奇女侠什么的话 都没有他那么的轻松感那么强烈 这里面而且他用了很多的歌 你一听你觉得 这个不是在银河护卫队里面用的歌吗 怎么都在这里面出现了 就他抄这个漫威的东西 抄的已经是非常的形象化了 连音乐都去抄选这些东西了 然后包括他最后说 I am Aquaman 就是在抄这个MCU的开端的第一部电影 I am Iron Man 你用别人的开端来做自己的结尾 这个东西其实挺讽刺的 包括他最后一个彩蛋来结尾了这个整个DCEU 我是觉得是 你这是韩意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吃屎了吧 是这个韩意吗 是吧 我相比来讲的话 我其实还是喜欢 就是正义联盟里面的海王一点 就那个海王呢 在正义联盟里面 他不是逗逼形象的 他是偶尔有一些笑料从他身上出来 但是在那个正义联盟里面 他一直都是一个性格直率 话非常好 少 然后很倔强的这么一个内在直男 这还是看哪个版本的正义联盟 就是正义联盟 其实两个正义版本的正义联盟里面 他的就是人物形象变化不是特别大 因为逗逼的事情都由沈天侠去做了 他不是坐在那个鞭子上面 然后嘚嘚嘚嘚说了好多吗 他是有了那么一段笑料啊什么的 但就是说他有这个 就是Comedy Chops 他有这种喜剧的才能 但是在DC正义联盟那个电影里面呢 海王不是一个搞笑担当 他是一个荷尔蒙担当 对对对 他是一个荷尔蒙担当 所以说他是一个就是人口话不多的 非常粗鲁的感觉 像鲁智绅似的那么一个人 那个人呢 就是说你如果是用那个形象来做这个电影的话 我觉得也不见得不成功 因为你可以把搞笑的事情交给其他的人去做 你去做你的光伟症的形象就可以了 有主角光环 你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做得很帅的 这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把它变成一个逗逼这个决定啊 我是挺怎么说呢 我是挺怀疑的 就像你说的 这么多年漫威的这个武打加向上的这个配方呢 就是已经在慢慢走下坡路了 那么DC现在开始使劲往这个方面去加油 这个成功率方面其实是相当低的 而且就在第二集里面 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又变少了 其实你仔细想想海王一里面 他也不是特别逗逼的 比如是像他有那个美拉 跑到水上面世界来 到一个什么什么小城市里面去 又吃玫瑰花什么的 做了很多这些方面的搞笑 他其实本身还是一个 我不想去到水下面去当 这个水下世界的五国王 我希望能够在人类世界 跟人类世界生活在一起 因为他的养父是人类嘛 就是他一直都有这个内心挣扎在这里 但是在第二集里面感觉 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都是放弃了 所以我对第二集的这个票房失败 我觉得一部分原因 口碑不行 就是因为他在海王这个人物身上 其实他还是有一个 像错误方面的一个推进的 我觉得其实电影公司都没有去 很努力的去宣传这部电影 就他们已经预料到这部片 电影的票房不会很好 所以都没有怎么样去花钱 去宣传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其实JC作为一个演员来说的话 他是挺充满 这个荷尔蒙的吸引力的 人物是的确在这边的 但是这个剧本给他的人物性格 什么的实在不行 就是你第一集 你那么努力的去作为了国王以后 第二集你突然之间就是 哎呀我摆烂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我就整天在抱怨这个工作 这个就是让你觉得 好像第一集的人物弧线 就是空虚掉了 这个是很不好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在化妆上面 我其实是一直很弄不懂 为什么要给他戴那个隐形眼镜 让他的眼睛里面没有光 就是一个演员 你要表达你的情绪 什么东西 很多时候是在靠眼神的 为什么在最新的那部素季里面 他的表演那么的精彩 就是他人物上面很多性格 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面的光里面可以看到 但现在你用这个隐形眼镜 把他的眼睛给遮掉了以后 很多东西 他眼睛里面是放不出任何东西来的 这个好像是扎导版的海王里面 就已经继承了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后面你 就是温导来接手这个东西的话 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去掉的 就没有必要把他的眼睛给遮掉 就现在看他的话 真的是就眼睛里面看不到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惨的 反而我觉得这集里面 Patrick Wilson 就演他弟弟 Om的这个的话 是非常出彩的 就是他把他跟Loki去比较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两个都是金头发瘦瘦的 然后第二集电影里面 就像雷神第二集电影一样 就是要去帮他弟弟托育救出来 然后兄弟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个任务 是不是 雷神里面是帮他妈报仇 我本来以为他们的妈妈 在这集里面也是要挂掉的 但是最后好像一个都没有挂掉 一开始以为他爸挂掉了 但是最后也没挂掉 一开始以为 叫什么来着 他老婆叫什么 Mira是吧 一开始以为Mira也会挂掉 后来也没挂掉 就是这部片子好像没有什么胆志感觉 这不像是温岛的作风 他拍恐怖片 杀人是完全是不留守的 是吧 这片子 后来我看了一下 就是温子仁导演的感觉 我是一点都感觉不到 他稍微有一个镜头 就是Black Manta 他就是两个眼睛红的 从灰暗里面出来 稍微有那个第一集那个深渊的那个感觉 但是也没有就是做的很黑 就稍微感觉还是差了一点 另外一个我想说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就是他跟第一集比呢 对于我来说质量有可能就是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票房上面就差的太多了 就感觉好像他这个北美票房的开就是首周末票房 才2700万这个样子 就觉得好像是差的太多太多了 一个原因是因为温子仁是华裔导演 海王一在亚洲大陆地区首发的 发了将近一个月 就是比北美地区要早很多 所以说当他在亚洲地区在中国票仓里面狠狠搂了一笔 然后这个名声特别大的时候 去北美的时候 北美就就非常非常惊讶 说这个片子怎么会做的这么好 然后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比较好奇去看 才把这个片子在北美的票房也顶起来的 跟这个这个这个宣发的手法呢 跟这个读业一的宣发手法非常非常类似 也是属于在中国大陆地区做的特别好 然后反馈到北美地区的票房那个表现去的 第二呢就是第二集呢就没有第一集的这个风格了 因为基本上是大家同时看到的吧 那么就是说其实本来第一集有的这个优势就没了 另外呢第一集里面有很多水下的这个精美的设计啊 什么的东西颜色比较炫地 而且海鲜的品种特别多 特别是最后这个世界大战那个大高潮那个地方 虽然说都是CG做的啊 但是说水下里面各种各样的水下的鱼啊 各种贝类啊 壳啊 然后就是虾蟹这些东西打来打去的感觉好像特别热闹 这个东西是只有海王的电影里面有的 以前在其他的电影里面是没有这种设定的 那么在第二集里面呢 我们现在看到主要的这些战斗啊 打斗场面和主要的电影的时长 其实都是发生在陆地上的 包括最后这个特工小队攻到这个 就是什么什么章鱼的那个据点里面去 然后在进行战斗的时候 跟这个那个就是Black Manta进行搏斗的时候 其实也完全都是在地面上 就感觉好像是在视觉方面 海王二也失去了海王一里面的那个比较独特 属于他自己的特性内容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决定 其实都是挺影响他的票房表现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第二部他的剧本 好像有点在抄这个魔兽三的那个剧本 魔兽三的那个资料片就是那个Lich King嘛 Lich King就是在被关在那个冰块里面的嘛 就像这部里面的这个大魔鬼一样 是不是 被给冰在那个冰块里面 但是他有一部武器在外面 这个武器谁拿着都就是被他洗脑 基本上就变成他了 然后他就是要求这个人帮他从那个冰块里面给放出来 这个就是魔兽三里面的设定嘛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嘛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着好像 你不光是在抄这个漫威的 你也在抄很多大众文化的其他的东西 就抄的有点厉害了 而且都是比较经典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所以就觉得就看的时候就觉得 哎呀这个东西太熟悉了 就这种熟悉感是在你不管是漫威电影啊还是玩游戏啊 什么这边都看得过这些东西 所以就感觉不到这个剧本的诚意或者这个导演的诚意在这个里面了 我还想说就是这个片子反决啊 我觉得特别差 就是我想说的是 并不是这个黑人演员的这个演 就表演的能力和表演的诚意 而是这个人物的设定 你挑选一个大反决 你最后挑的是一个Black Manta这么一个反决 就是我对他这个决定我觉得很怀疑 因为在第一集里面呢 这个人物就已经存在了 但这个人物并不是主要的反决 他是电影的起点 但是第一集里面的核心矛盾呢 其实是一个王位争夺的矛盾 所以说真正的矛盾呢 就是是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和世界观的摩擦 主要是在海王和他的弟弟奥姆身上 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的东西 导致让这个片子不停地向前发展 而这个什么Black Manta呢 叫什么黑浮粪 其实就是在中间穿插 给带来一些其他花边性的这种绊脚石之类的东西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没有超级能力 他也没有特别强壮 或者特别迅速 或者是任何一些其他的特性 他就是靠着一点水下王国的科技 来增加自己的战力 然后可以跟海王进行搏斗 那么第一集里面呢 他是一个负面的反决 这个还是可以成功的吧 这个设定 第二集里面 他变成了核心大反决 这个东西就够强 那么这个片子里面起来的时候 他后面就已经有一个团队了 他有一个相当强的这种 像什么经济支持 经济来源之类的东西 也没有解释 然后突然之间就感觉好像是 他已经找到了 就是当初失落亡国的这些科技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 然后又得到了 就是魔王的能力 然后直接就可以跟海王拳打脚踢来来回回了 但是这个人呢 他的核心动机仍然是个人恩怨 就是他仍然在纠结 在当初电影一里面 他这个父亲没有被救的这么一件事上 这个东西本身撑不起来一个大电影的 就是正反方面的这个摩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决的选择 其实这个片子比较失败的地方 而且就是他得到了这些海底的古科技的这些东西啊 包括这些什么章鱼机器人啊什么的 你仔细看的话 就是两边可能就是一共六个这个Liver 就在那边铺Liver来控制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那么那么复杂的一个东西 怎么可能就给你这样六个Liver在那边 就可以控制呢 这个东西就是从一个视觉上看上去 好像这是很那种 可能是Steam Punk那种感觉的东西 是不是 但是真的来说的话 不可能是这样控制的 所以就这个让人会特别的出戏 包括就像你前面说的 他又不是像钢铁侠一样 有一个财团在背后的 是吧 突然之间他就雇了那么多的雇佣兵 像一个军队一样的 是不是 他这个东西是他怎么样去实现的 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在这方面就是没有解释的 他一开始他自己就是个雇佣兵 他没有很多钱的 对 而且章鱼这个东西是一部分 另外我想说就是说 他讲的是什么古王国的这些成就的科技 但这些科技其实还是很牛逼的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在设计这个世界观的时候 你要就是怎么说呢 认准一点 你对这个原先这个魔王跟这个Black Manta之间有这个联系 或者是你或者是走科技路线 或者是走魔法路线 但是你不能走两边同时走 如果你两边同时走的话 那么就让人觉得两边投入都不够 这可信性就降低了非常厉害 如果你要是说我得到了魔王的能力 然后我被魔王控制了灵魂 这个时候你得到魔王的一些其他 比如说留下的物件这些东西 应该都是走魔法路线的 而不是科技路线的 就现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初这个魔王感觉好像他并 如果他是魔法方面这么厉害的话 还招了一堆就是半死不活的一些魔鬼兵儿什么的 这些兵儿也是属于打酱油的 出来了之后看了一眼 然后说没 劈了啪啦都没了 感觉好像连战斗的过程都没有就没了 然后那机器的东西 感觉好像如果当初他这个机器这么厉害的话 他需要用这些魔法的东西吗 有些时候就觉得这个失落的王国 他当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 现在感觉就是非常模糊 对 还有一点就是能感觉到的 可能是因为Johnny Depp的官司的问题 就是Ember Heard在这部戏里面的戏 其实是非常少的 包括Nicole Pillman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部片子里面的戏 特别特别的少 很多其实战役的话 它是可以出现的 但是没有出现 是不是 就这两个女人加起来的戏 还没有Randal Park多 另外一个人物 这大魔王我觉得太惨了 这全城一直给他在铺戏 感觉好像他特别牛逼 他要复活 他重新征服这个世界 然后他又有神奇的力量 像这个Shazan一样 把这个能力加给了这个Black Manta 让这个人可以拳打脚踢 能打得过奥姆和海王的 结果等到最后他自己出来的时候 一招都没放 居然干掉了 你觉得这合理吗 我是想过 其实他有很大的铺垫 就是在说大魔王当年和他兄弟之间的争斗 其实也跟海王和他的弟弟之间的争斗是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他会扶到这个奥姆的身上 然后重新再次展开这个兄弟之针 因为一开始的话 两个兄弟其实已经是慢慢是复合了 已经走到一起了 但是突然之间 兄弟之间又要开始互相打 这个我应该觉得是这部片子一个高潮点 而不是让这个亚亚不多 就这个blindmenta一直让他扶体 就扶体在他的身上 而是在电影一半的时候 就应该扶体到了这个奥姆的身上 然后开始这个兄弟之针 然后就两代兄弟 现在就是在这边打斗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能把他的气给撑起来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没有往这个方面走 我觉得是挺失望的 因为前面固定了那么多 给我的感觉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他不只是这个人没铺 就是铺垫了很多东西 但最后没用 很多其他的人物铺垫了乱七八糟的 最后也都没有用 包括那个小孩 海王的儿子 上来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大特写 让他坐在鱼缸前面 可以跟鱼缸里面的鱼进行交流 脑子前面崩崩崩 放那个光波 就是那个超声波一样的一个圈 当时我以为这个孩子 哎呀这孩子将来会变成Jack Jack 对不对 就会变成那种 就是恶童一样特别牛逼的小娃娃 结果最后被抓起来的时候 我还在等呢 我想这孩子马上就要变身了 马上就要变身了 就最后被人家包这个毛巾包出来了 我是觉得如果电影大胆一点的话 就把这个小孩给杀掉了 因为在漫画里面 海王的儿子就是死掉了 而且海王为了这个事情 还断了一只手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电影可以狠一点的话 他一直说我要杀了你全家 就让他把Nicole Cayman给杀掉 就让他把他老爹杀掉 就让他把他儿子杀掉 甚至把这个Mira也杀掉 你就往这方向去走 是不是 然后最后他还是饶了他 你这要多大的一个 多宽敞的一个心才可以这样 是不是 你敢往这方面去走吗 不敢 虽然就不找了一个拍恐怖片的导演 来拍这个东西 但是他不敢往这方面去走 所以这个我还是就是稍微有点失望的 就总的来说 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该冒的险都没有冒 然后最后还是有一种 我一直就觉得大魔王最后一招都不发 被人家 首先是一个叉子扔过来 是他自己的叉子 他接住了 然后第二个叉子扔过来 穿破了第一个叉子 然后直接插到他身上 他就魂飞破散就死了 就是就费了这么大劲复活 结果连打都不打 直接就挂掉了 我觉得就是钱花没了 太草率了 就是结尾结的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 整体我看下来的话 没有像看那个 The Marvels 或者是蚁人3 就是让人坐在那边 就是坐不住的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整体我看下来的话 我觉得比我的期待值要高 就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是任何期待值都没有了 就准备好 就像海王一开始被灌了一泡尿一样 就准备好去受这个罪的 你知道吗 但是最后我看完了以后觉得 如果DC这样欢快的结尾 其实还算好吧 是吧 就是这个大过年代 我们也不说这些桑的话 反正我就觉得还算好吧 但这个片子对于DC来说 其实不见得就算好 因为这个片子 现在的这个票房 实在是太长 还不如Marvels 对 他还不如Marvels 他也不如像什么闪电侠 什么的 我们本来以 我本来以为 就是超级英雄片子到目前为止 不应该有比Marvels还低的了 但是海王就是让我 所以我就是这几期节目 我都在说这个 饿死骆驼逼马大吗 就是你不管这些漫威 怎么样怎么样烂 但是他最烂的电影票房 还是要比DC要高 所以没办法 不过你想这部片子结尾 总比那个什么 蓝甲克虫结尾要好吧 对 蓝甲克虫的话 其实说实话 有他没他都无所谓 对 那个本来就是放电视 就是电视平台上面的 都没想进电影院 一开始制作的时候 所以跟整个宇宙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你给海王打个分 我给他打个中 其实我觉得 放假去看看这样的电影的话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我是圣诞节去开的 因为我们那边是圣诞节 才上映的 是吧 我去看的话 整个影院里面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不到 可能四分之一的人都不到 本空 整个购物中心里面 到处都是人 挤满了人 但是电影院里面 就非常的空 我这个片子 我给打分析是可 我觉得这算不上差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亮点 像一里面 比较成功的那些东西 就基本上都不在 自己电影里面 埋了很多暗线 包括那个什么 大章鱼 就是神秘的把 Black Manta 推到这个密室里面 去让他捡到叉子 那个打章鱼 后来也不出来了 就这种东西 其实在这片子挺多的 感觉好像这片子 最开始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比较有志向 想要做点什么的片子 但是中间被这个插一口 那个家具画 这个指点指点 那个指点指点 最后搞得了 零七八岁不伦不类的 但是作为一个圣诞节期间的片 我觉得就还好 看看乐乐还行 很遗憾 今年圣诞节这个季节 片子能打的一个都没有 包括今天早一点说的 这个什么Wanka 票房其实也是挺不成功的 就是说在这么多比较软 比较面的对手面前 海王仍然没有特别强的表现 这个是真的是挺差的 对 这点其实我们前面 可能没有说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DC要重启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对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也不感兴趣了 觉得这个片子不看也无所谓 就像蓝甲虫一样 蓝甲虫票房也是很差 因为大家都觉得都要重启了 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看的 也没有什么留念的东西 所以可能就不去看了 OK 关于海王2 我们就先说到这 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个片子 然后对这个片子里面的内容 有什么感想 想要讨论一下的话 欢迎你们在留言区 或者是微信平台里面 跟我们交流 那么2023年作为一个电影年 就这么过去了 老张你对整个2023年的 这一年 你看过的这些电影电视剧作品 总体来说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总结呢 我觉得其实 可能我上期节目也说过 就疫情后这几年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会对一些电影有期待值 但看完了以后 就会特别的失望 包括去年的这个 《历人出销2》 你觉得就是特别 失望的一部电影 那今年呢 其实我看了一下 我们做过节目的这些电影 什么的 有些感觉还不错 但是就是没有 到疫情前的那些电影 那么精彩 就那个时候感觉就是 下班了就想往电影院里面钻 有些电影就是一周里面 我可以看两遍 就是好到这种程度 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 那可能很多东西有变化 电影可能就是没有之前的好 可能疫情的关系很多 就是电影一直往后面拖 拖到大家都没有期待值了 还有就是今年的编剧罢工 什么的都会影响到这些东西 更可能的一点就是 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变化了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热爱电影了 有些可能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 因为这几年我都是在家里上班比较多 那以前就是在公司下了班 就想去电影院里面钻进去了 是吧 现在在家里面下了班 你还要特地出去去看一个电影 可能这个 就是在做这个决定上面 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因素在这边 特别如果这电影还不是特别好的话 你就不会特别想出门 特地跑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电影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这几年对电影的热情度 可能减少了一点 不过谁知道 接下来的话 这个奥奖电影就慢慢的要来了 可能就是下个月的话 可能对这个电影的热情度 可能又要上来了 总统来说我看了一下今年 我觉得还比较OK的几部电影的话 可能年中的时候 感觉好像像超级玛丽 像灌篮高手 这些我觉得都是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还是像我之前说的 如果这些电影放到19年的话 他们是在我的榜单里面 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但现在的话 我估计都可以放在我的前十 但我们这期节目 我都不想做前十了 说实在的 觉得列不出那么多东西 很多电影就是觉得还行而已 真的就是这样 比较优秀的话 我就列出了三部 相信包子也列了三部 我先说我这边排名第三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个动画片 就是索尼的蜘蛛侠纵横宇宙 今年其实动画片 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灌篮高手 还有超级玛丽 我觉得其实都是挺精彩的动画电影 都是挺不错的 我把这部放在我的前三 首先我很少会把这种不完整的故事 放在我的优秀的电影的单子里面 所以这部门进去的话 真的是我是被他的这些风格给惊讶到了 而且就是我一般是不喜欢政治正确 特别耀眼的这些电影 这部电影其实政治正确是挺耀眼的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不是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 而是人性的东西 家庭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发生 你可以是在一个汉族人的家庭里面发生 可以在日本的家庭里面发生 可以在一个任何少数民族的家庭里面翻转 这种感情是很真切的 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电影做的特别好 再配上它的这些电影风格 而且我这个观影体验特别好 我是在新加坡看的 跑去新加坡的IMX看的 观影体验特别好 在那边我就是 感觉是被压在那个椅子上面 看到这个画面上面的变化 看到后面那个反转什么的 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在这边 所以这部片子我给它 是我今年排名第三的 猫子说一下你排名第三的电影吧 John Wick 4 关于这个片子应该是如何排的时候 我在想 今年我看过次数最多的电影是哪一部 最后就是John Wick 4 是我今年在电影院里面 从看次数最多的 这是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 这么一个信息 因为你想一想 老张 你什么时候在一个电影院里面 会看五次同一个电影 就我知道John Wick这个片子 它其实是一个短平快的 像类似快餐型的一个爽片 它不短 问题是 好吧 它也不短 但是它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替身设计的动作 打斗设计 来给你制造一个爽片 整个情节上面的复杂程度 背叛人际关系 政治博弈 这些东西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在John Wick 4里面 它做到的东西 就是说超过了3和2 然后它也并没有把1里面 制作出来这些悬念 或者类似于童话一样的 就是构架出来 变成一个就是虚构 虚拟社会的这么一个起点 这些东西它也都没有 让我觉得做得很失望 或者很背离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作为一个续集 或者是整个一个系列的终点来说 它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就是它在所有的动作片 1,2,3里面 它都有一段致敬 从前电影里面的东西 比较著名的 或者是比较成功的 这么一个场景设定 它在4里面 就会做一个比较类似的场景设定 然后重新再做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主要就是说 它里面有一些其他视觉方面的东西 作为一个替身 或者是电影视觉 从我们观众体验角度来讲 有一些发明和更新 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 我是非常非常欣赏的 所以说江维克4 并不是一个深度很大的片子 也不是一个讨论社会 讨论人性 讨论伦理 这些片子 也不是一个让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对吧 只不过就是一个看得爽 但是对于我来说 有些时候 它毕竟电影是一个视觉艺术 所以说在视觉上 如果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给我们观众这个体验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我觉得就应该给他这个肯定 所以说江维克4 是我的选择 其实我自己排过一个 今年我觉得比较好的十部片子 这部片子的确是在 我这个十部之内的 当时我就想 这种片子都可以排在 我的前十里面 透明今年的片子有多烂了 是 没想到你在你这边排到了前三 真的是可以就是觉得 以往的话 这种片子是绝对进不了 这个前三的吧 对 好了 那么我这边呢 我这边没有第二 我这边是并列第一 所以要不你先说一下 你的排名第二的片子吧 排名第二的片子是过往人生 这个我相信很多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应该不会特别 特别惊讶了 因为过往人生呢 是今年我跟老张两个人 评的双优电影 这个片子呢 我知道很多其他看过的小朋友们 有一些觉得无感 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片子 它把我们拉回了 我们人生的轻松时代的曲线 让我们想起来 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 这激起了我们的 对这个片子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这个片子做的特别成功 但也是因为这一点 这个片子适合某一部分观众 而不适合所有观众 这个片子呢 在制作语言上非常非常简单 在技法上并不是特别复杂 甚至说出厂人物之类的 这个关系有的非常简单 什么呢 就是从技术上 这个片子并不是一个 特别高质量 特别牛逼的片子 这个片子靠的就是它里面 非常朴素的情感 而对于我来说呢 老张你也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 刚刚巧就是这个片子的受众 所以说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 这个片子 就是打了很高的分数 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的势众还是挺广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并列第一的其中一部电影 过往人生 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一个隔壁平台的一个主播 他是特别草厌韩国人的电影 然后当我跟他说起这部片子 韩国导演拍的 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很鄙视的这种眼神的 通过这个手机屏幕已经在开始 就是看着我了 你知道吗 但他去看完这部片子以后 他也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子 我觉得除了这些 就是可能是海外移民的这些 特殊经历之外的话 这部片子他的摄影也是非常美的 这部片子的摄影可能 就是我们在聊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期节目里面收到 他有很多东西 就是可以跟王家卫的那些镜头去做比较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他这部片子而且就造价特别的低 而且又是导演的处女作 能拿出这样的一部东西 我觉得是应该是被珍惜的 因为我们也说过 就是导演可能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 都再也拿不出一部质量那么高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是他用的他人生的前半生 来积蓄出来的 来存电下来的这些故事 这些语言这些东西 把他人生里面的真实体验拿出来的 你要再让他积累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又要一个三十年四十年 所以你很难再看到这个导演 接下来的作品能有那么出色 所以就是这部东西 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这部电影真的是听到的 而且我觉得适合就是一个人 在家里面可能就把灯光调暗点 自己配个小酒什么的 慢慢看 我觉得是挺有味道的 这个东西它里面就是比这个Wallif 还充满了这个Wallif的感觉 就是你在看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不停的问自己的人 是如果我做了一个不同的决定的话 我现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需要是出过国的 或者扭过这个青梅竹马的 可能每个人都会自己在不同的阶段 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联系到很多东西的 你知道吗 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我将近一个礼拜 我心情都不是特别好 每次看到 就是想起来这个片子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我心情就会怎么说呢 就是起伏震荡一段时间 就是每天都有几个时刻 是想起来这个事的 就是那三四天心情都不是特别好 这种就看完这电影之后 这种感觉 对于我来说是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片子确实是有他扎人的地方 对 对 那我另外一部就是并列第一的电影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 就是看完了以后 有一周可能就是心里都是不是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这部电影就是诺兰的奥本海默 对我来说 这个可能是诺兰最好的一部电影 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在自己 本来大家都已经叫他诺神了 他在自己以往的这个上面又升级了很多 我觉得他现在的拍电影比以前要成熟了很多 首先他不是在就是很自大的那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生效可以 我不管别人听得清听不清 我都觉得这个生效是可以的 他通过了这个信条以后 他接受到了这一点 在这方面在这部电影上面有很大的改进 第二的话 他不再去 就是玩弄自己特别 入迷的这个时间观念的这个东西 他在以前的每部电影里面 都要做一个时间概念的这样一个东西 做的特别的好像是高深 觉得觉得就是自己懂得比别人都多 而这部电影里面 他能做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共情的东西 就大家在看这部电影里面 你觉得就是人性的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会有表达出来 这个东西是比他要说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更适合更多的观众去看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做的挺好 然后他虽然是这样的话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还是玩的就是比较新的这个拍摄手段 就是他的电影和比如说老马丁或者是Riley Scott这些老电影人来说的话 他绝对是就是这一代电影人里面做的比较新颖的 因为他出生他不是学电影的 他是学文学的 所以他在学文学的时候 他就一直觉得好像电影的拍摄 跟看一本书来比较起来是单调了很多 所以他文学毕业了以后 他开始拍电影的时候 他就想不同的方法来说电影里面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就是你看这个什么积极碎片什么的 你就觉得这种说故事的方式好像以前没有看到过什么的 这些东西在他电影里面一直有一直有 到这部电影里面的话 其实你就看到两条主线 一条是彩色的一条是黑白的 就这个东西在这里面就融差的非常好 而且这部电影里面的表演也可能是 就是他所有电影里面 我觉得是最成熟的一次的全阵容表演 以前他电影里面很多东西还是靠一些小幽默什么的 在这个里面穿插着 但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话 每个人的表演都是有很大的震撼力在这边的 他用了这个IMAX那么大的一个摄影机 就架在这个演员面前就是看他脸部特写 就是看他的微表情这些东西 就是以前涉及IMAX的摄像机的这些人都没有想过 IMAX的摄像机可以来这样用 甚至他们为了他拍这部电影去做了黑白的IMAX胶卷 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你说诺兰就是他是在改变这个电影 这个东西也不能算是个进步是吧 他做的感觉是一个退步东西 去拍黑白的东西 去把IMAX拍成黑白的 现在大家都在往这些什么3D 往这些什么更多的这些科技 新的什么多少多少帧的这些视觉感 什么去做 而他做的是稍微往回走的 但是给你看到的东西 你感觉到他是在进步的 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是 我在之前看信条的话 是对他是完全失望的 但通过这次奥本海默的话 我真的觉得他又是比以前的电影又升级了一部 我记得我们在说信条的时候 我就说过就是信条 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对信条的印象好一点 那么奥本海默的我们两个位置 正好就反过来了 就是我觉得奥本海默 其实对于我来说没有信条好 但是对于你来说刚好 刚刚是反过来的 我在对诺兰的态度上来说 跟你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 非常尊敬的电影人的 现在对于好莱坞 或者是对西方电影的环境里面来说 他绝对是超一流的电影人的存在 而且比较难得的就是说 他从来不去抄袭别人 像老板丁最后他得了一个奥斯卡奖 还是属于翻拍《无间道》的 对不对 但是说像诺兰这个人 他艺术生命力现在仍然非常旺盛 就是说他仍然在进步 这一点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 有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 这种元老级别的电影人 都已经在成功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开始吃老本了 那么对于洛南来说 他就一直在吸收新的东西 一直在寻找新的灵感 而这个东西一直都没有停 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 所以说对于他未来的作品 不管你是就是看过一个片子 然后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都值得继续去关注他 因为我们需要关注和支持这样的艺术家 有些时候他会试验一些东西 不是合适每个人的口味 但是没关系 这并不是说就是他的艺术创作力 就到此为止了 他会继续的去寻找新的东西 来让自己变得更充实 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 他还是算年轻的 还是有很多的潜力在这边 对 我最后一部我的前三的电影 是《气垫传题》 《气垫传题》并不是说 它比我刚才提过两部片子好 《过往人生》和江维克好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在 有很多片子我觉得很不错 但是没有办法进前三 包括奥本海文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列前五和前十的话 奥本海文就会在里面了 但是就是说我在前三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还差一点什么东西 对于我来说 后来我就去找今年早些时候 我们讨论过的片子 然后就想起来《气垫传题》 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个片子 为什么这个片子 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呢 就是说它作为一个 还原历史真实事件 还原历史真实人物的这么一个 属于人物传记类型的电影吧 对于这种电影来说呢 通常都不太容易做得非常振奋人心 但是呢就是大本和麦特丰蒙这两个人 似乎是找到了他们的配方 我现在发现就是大本在做导演方面呢 是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他在做演员方面 有些时候高 有些时候低 有些时候人生不是特别平坦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地反映在 他在做演员的时候 他在做演员的状态里面 但是呢 作为导演来说 我觉得他其实是挺有眼光 挺有自己的思路的 那这个片子 包括像他以前做导演 拍过片子 像什么Argo啊 Gun Girl这些片子 没有一部是让我失望 《七点传奇》呢 我觉得算不上是大本拍过的最好的片子 但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 给他增加了很多光环 所以说我是挺喜欢这种 就是说拍摄手法 或者是讲故事的方式 非常非常朴实 非常怎么说呢 非常低调 但最终当他烘托到一个高点的时候 给你一个比较强的燃点 一点一点的 就是什么变起来的这种燃点 对于我来说 我的感受率特别高 另外一个比较 就是在这方面做特别好的导演 就是Ron Howard 就是《十三条命》的那个导演 就是说这种片子 通常都不会有特别绚丽 或者是特别复杂的剧情 或者特别曲折的这些转折 人物关系啊什么的 但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扎实 非常扑得开的这么一点一点去做 做到最后的时候让你觉得这本书终于看完了 然后这本书就让特别解气 《七战传奇》这个片子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片子稍微多一点的话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 我觉得因为还是包子跟体育运动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可能这个也是在你这边比较加分的吧 对我来说这部片子挺不错 绝对是在我今年如果要拍前十的话 肯定是在前十里面的 但总觉得就是好像稍微缺一点什么 就是进不了那么高感觉 但不管怎么样 这部片子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是今年比较小众的一部电影 国内的话也没有听到很多人对这部片子有了解 所以听了这部七节目 想去了解这部片子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网上面去找一下这部片子 下载了看一下 还是挺不错的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属于想要顺便提一下的片子 一个是导演版的《拿破仑》 你看了吗 导演版的《拿破仑》 没看 提他干嘛 我想说的就是《拿破仑》这个片子对于我来说 现在看到的他不能进前三 他也进不了前五 但是导演版的《拿破仑》 有可能就能进前三或前五 当然了如果是导演版的《拿破仑》 我们明年看到了的话 他也不能进明年的前三或前五了 就替Riddy Scott很不平啊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还想看就是没有被捡乱的《流浪地球2》呢 我觉得《流浪地球2》里面如果就是 不是因为审批的原因啊 什么都要后期配音的话 如果他把镜头好好捡的话 应该是挺不错的 现在听说好像他花了很多钱 要做这个蓝光碟版的这个电影吗 对于我相信他其实手里面是有很多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电影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一部片子是我费尽的努力想要去看 最终还是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 就是《哥斯拉-1号》 对 这部片子我也是 就是一直听很好 很多朋友都说可能是他们今年看过最好的一部电影 就很扎心的一部电影 因为大家一想到这个《哥斯拉》这些电影的话 一想就是这种怪兽电影 能好看到哪里去 特别是现在好像做很多这种怪兽电影 我们都看到那个《哥斯拉对金刚》的续集都出来了 两个那么大的怪兽在那边跑起来很轻松 完全就没有这个重量感 就让我想到了这个《环太平洋2》的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但是这部片子感觉就是《哥斯拉-1》 这部片子好像就是很扎实很扎心 而且花的钱又少 对 我也是很想看的 也没看到 还有另外一部片子是我其实看到了的 就是它的名字叫做《机巧女孩》 英文叫做《Artifice Girl》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片子是2022年的 所以说就没推荐给大家 这个片子好像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没有讨论 没有 我就是很快的提论一下 对 它就是它这个非常非常小制作这么一个片子 基本上就是说三个人在审讯室里面 就是调查一个程序员和两个像警察一样的调查员 这个程序员其实它是做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小女孩 这个人工智能跑到各种各样的网站里面去 可以跟性侵或者是对小孩子感兴趣的这种人去交流 假装自己是一个真实的小孩 然后把这些人骗出来 或者是把这些人的信息骗出来 然后去举报给警方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警方不知道这个小孩是假的 以为他是这个程序员身后的一个什么人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是AI 然后对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很多讨论 就是说既然这个东西是AI的话 那么就是说你可以让这个AI去肆无忌惮 没有任何约束的去做这个事情吗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伦理 或者是怎么说呢 就是哲学方面的讨论 这个片子的制作非常非常低 但是如果是说对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对原生IP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了解一下 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片子现在网上应该是有资源 可以看得到 听我们节目时间长的朋友 应该也是比较熟悉 就是我比较对这种有概念的 但是制作比较低的这种作品 或者这种剧本感兴趣 通常来说对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我是很支持的 所以说希望能够挺一下 那好了 那么说了那么多以后 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我们以往节目都会说 就是不能说是年度最差的电影 是吧 我们是要讨论一下 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最失望的电影 说最差的好像有点伤人 我们就说对我们来说比较失望的 这样好像保守一点 是吧 对 最失望的电影 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最差的电影 可能我们都没有看 对 都比雷了 对 那么老张 你2023年最失望的片子是哪一个 我其实也想了很久 就是说 在我脑海里面 好像雷神4 还是今年的电影 就一想到雷神4 我就特别的气 然后来查一下 是去年的 还好 那今年我觉得最差的电影的话 必须要是谍中谍期 就是整个谍中谍系列 不管就是很多人可能喜欢这一部 超过那一部 那一部喜欢这一部 但是总体来说 现在好像大家对这个第七集 都是比较失望的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以往的话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间谍片 都是要对付另外一个组织 什么这样的东西 虽然好像Ethan 每一集都 就是给自己的国家 给好像给放弃了 然后要 变成一个叛徒一样 又要逃自己人 又要去执行任务 这样 每一集都是这样的 是吧 但在这集里面 突然这个坏人 就变成了一个AI以后 你就觉得这个概念 就特别的空虚了 就不是一个间谍片了 突然之间 往这个科幻的方向去走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可能 把它和间谍片 拉开了一点的距离 第二 你为了这个大boss是一个AI 你一定要有一个人 来给他代言 然后出来了这样一个莫名其妙 几十年前跟他有冤仇的 这样一个人 突然之间的出现 觉得特别的突兀 第三 我们喜欢谍中谍 喜欢的是什么 他的团队 Benji 这几个人之间 就是特别有团队精神 包括阴眼 一直在队伍里面 后来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但是他一直在这个队伍里面 也感觉是很有地位的这样一个人物 在这个里面 但是现在这一集里面 他为了要突出新的女的 就是演Peggy Carter的女的 倒贼 甚至把Rebecca Ferguson的戏都给减弱了 甚至把他给 特生气 对 特别把他给杀死了 当然这个有人说是假死 我也不知道 但是把他的戏明显是减弱了 是不是 就为了感觉是要捧这个新人上位 所以虽然我不是很喜欢Rebecca Ferguson 在我这边的话 还是他原配老婆最好 不管怎么样的话 大家对这个新的女的加入 包括这个戏份上给他的安排 都是比较不满意的 还有一点就是 叠中谍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宣传 永远是在宣传他的特技 而不是在宣传电影本身 导致这部电影的他特技在这个电影里面出来了以后 我都没有觉得有多牛逼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就是后面那个火车掉在那边 一点点往下掉 那个特技 我觉得还是比他那个摩托车跳悬崖 那个看上去要刺激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宣传点上面 又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再加上可能就是上一部大超 但里面比较精彩 这部里面这个男的 就简直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个白寡妇在这部戏里面 就是把感觉是特别白痴 你看完这部电影 你再去看拿破仑 你就看这个演员 他的表演能力是特别强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 为了要击拔另外那个女盗贼 把所有的这些女性角色 全部都给弱化了 真的是很气愤让人觉得 所以就是可能是 也是就叠中叠这个系列 在大家的这个位置抬高了以后 对这样一部作品出来 大家是比较失望的 特别是阿汤哥上一部 这个Maverick出来了以后 大家觉得他就是翻拍这些老系列 把他给重新振活 他能力是挺强的 但大家去看这部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不像那个看Maverick一样 有那么大的这个冲击力在这边 就觉得好像对Tom Cruise有点失望了 而且这部片子Tom Cruise为了拍摄 在疫情期间花了好多钱 好多人力 然后又制造出来很多新闻啊 什么的 但出来以后质量是这样的话 大家是不买账的 嗯 我对D&D其实也是相当相当失望的 嗯 因为六和五我都挺喜欢的 特别是我对Elsa这个人物的引入 我觉得挺喜欢 因为这个人物的引入啊 就是让这个系列的世界观变强了很多 而且我们都知道嘛 阿汤哥这个人物Ethan Hunt 他是没有感情生活的 那么你先 但这个人他没有感情生活是不现实的嘛 所以说你给他一个感情生活 这个东西其实是相当必要的 让他觉得除了为国捐躯 不停地做危险事情之外呢 他如果是有一个感情寄托 让这个人物变得非常真实 也让他经受的这些风险 或做这些危险动作什么的 变得更加有压迫感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 他其实是有可以失去的东西的 那么现在这个人物 突然之间就没有价值地死去了 我觉得 我是不是很懂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就是为了想捧这个女盗贼的话 其实阿汤哥这个人物 Ethan Hunt 并不需要一个新的爱情寄托 或者感情寄托 我们也不需要去看到他 为了完成任务 可以甚至牺牲自己的爱人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仍然希望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一个机器人 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对于他这个编剧的决定 我是非常不认同的 但像你刚才说 有可能这人是假死 我觉得有很多人 可能就是因为跟我感觉差不多 所以说 宁可相信后面还有戏 那么是有什么样的电影 能比这部更让你失望的呢 我比较失望的纪念的片子 就是叫做AI创世者 中文叫做 英文是The Creator 对 这部戏的话 就是挺合你胃口的 就像你说的小制作 但是又充满了这个 关于这个AI 或者是科幻这种concept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不是很合你胃口的吗 我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还 向朋友们推荐了 那个叫《机巧女孩》的片子 就是我对这种 非常抽象概念的 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伦理讨论的片子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买账 这特别适合我的胃口 这个片子 我是第一时间没有机会看 就有点像这个 哥斯拉夫一号 就是说在电影院里面出现的时候 当我就是已经是非常小众的 排片特别少 我到处去找 希望能够几时间去看这个片子 但一直都是因为 那样的原因就没看上 最后是在网络平台上面看到 在网络平台上面看到 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片子特别失望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这个世界设定和打造 就是它 我看了15分钟 然后就意识到 它其实这里面的 就是怎么说 想做一个商业片娱乐片的动机 非常非常的强 而不是说它想认真讨论一个 关于游戏游戏游戏的人和一个机器人之间的东西 而且这个成年人和小孩之间的东西 我在很多其他的片子里面都已经看到 甚至包括去年你特别喜欢的苹果平台的那个片子 就是汤姆汉克斯和一个机器人 Finch 对 就是跟那个片子比的话 我都觉得像分歧比现在我看到这个片子感觉还要好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的 对于我来说 就是除了这个 很多人夸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制作 但是把这个未来景象都搞出来了 世界观感觉好像描写得不错 但是我对这个片子可能是期待值的原因 我最开始想要看到的东西 完全不是我后来看到的东西 导致于说我看了这个片子 看了20分钟的时候 我都停了 对 我记得我第一时间看完以后 我就向你劝退这部片子的 但是很明显你不相信我说的 去看了 然后就失望了 也不是它有了吗 痒吗 所以说没有办法 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对一个片子到底是 怎么说失望与否 主要还是取决于你期待值是什么 你期待的越高 那你可能就是最后看到 你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失望就越大 如果你完全没有期待值的话 可能你会就觉得看到任何亮点都是惊喜 所以说这一点上挺遗憾 我对这个AI创始者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期待值太高了 反倒是说你像什么蓝甲虫啊 这类的片子 你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有期待嘛 所以说那个片子即使是没有什么亮点 但你看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 特别 就是感觉特别差 甚至像海王这种片子 我们也能够在里面找得出亮点 对不对 也觉得它这个娱乐性其实还是在的嘛 勉强 就是期待值的问题 对期待值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 有时候可能都不是电影本身的错 可能是就是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我想从这个电影里面得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 我就真的就是很难做到 我自己都做不到 就是要管理这个期待值 尽量努力去做吧 但不是所有的时候 你都能够很成功的去管理期待值 有些时候就是管理落空 像我现在我看到这个AI创始者 基本上就是管理落空 那么说到期待值呢 我们对即将开始的2024 你觉得这个电影 我们作为电影观众啊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真的就是现在不敢期待什么 就是我下意识的还是比较期待 比如说像那个《沙丘》第二集 因为第一集我觉得没有很多东西 因为都在铺垫 真正的我看就是第二集的预告里面 感觉就是会故事会发展的比较多一点 之前铺垫的很多东西会有payoff 其他包括这个死事3 这些东西都有期待 但是内心又很怕 你知道吗 因为死事之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现在归到了漫威里面 那很可能会跟这两年的漫威电影 干同样的错误 就是这一点就非常的怕 所以真的不敢去期待什么东西 目前来说的话 对于即将要在澳洲放的这几部奥奖电影的话 稍微还是有一点期待值的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特别是就是Emma Stone这部电影的话 就是已经听到很多的好评了 还有那个什么Po GMI的 对holdover这些电影的话 已经听到很多好评了 我觉得是我的菜 因为他是sideway的导演和演员一块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很合我胃口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但是就是还是一个管理 就是不能期待太多 但是至少在我心里面 这个东西是比较打保票的 应该是合我胃口的 其他来说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的了 包子你有吗 一月份的话有很多片子是怎么说呢 澳奖候选人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片子呢 即使是你 不管是你怎么去看它 它电影的内在质量指定是在的 所以我对这些片子不是很担心 我觉得作为普通的电影观众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超级英雄电影板块 是一个西洋板块 这个东西是已经定了 那么对未来的DC的下一个大阶段 可能是也不会有什么期待 那么对MCU是不是能够起死回生 死灰复燃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期待 可能也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以后呢 你也知道这个新闻的嘛 就是说迪士尼今年的大制作片子 基本上全部都赔钱了 包括他们的动画片 真人重拍的这些片子 然后包括就全部都赔钱了 唯一一个挣钱的好像就是 银河护卫队三 但也不是挣得很多 就是说没有赔得很惨而已 就是说这种大制作的片子 可能是在超级英雄这个方向上 可能不会走很多了 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在动画片上面 可能会有一个抬头 因为两部蜘蛛侠的片子 你和我都挺喜欢的 这个片子都比较成功 而且另外一个你看到那个 忍者神龟的动画片 我们好像也就是讲过了嘛 这也是属于走同样的就是动画片 但是模拟漫画的这个视觉风格路线 可能是在这个方向上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作品 另外呢 我觉得蜘蛛侠明年出不来 蜘蛛侠下半节 对我觉得出不来 在制作方面变慢了 我觉得是 明年的话索尼只有两部 那个Madame Web和那个Craven Hunter 但是这两部我是一点期待都没有的 对你就不用说了嘛 这个东西跟海王啊 或者蓝甲虫啊 基本都是一回事嘛 我都看了那个Madame Web 那个预告片看完了之后 我在想这个电影里面 还会有什么内容 是预告片里面没给出来的吗 让人惊讶 就是说一分半钟的预告片 已经把整个这个电影都说完了 那你这个电影 作为一个90分钟到110分钟之间 这么长的一个片子 你还有什么可演的呢 那就拍一个死神来了嘛 就这个感觉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嘛 对啊 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跟游戏有关系的片子 可能会慢慢变多 有可能我们不会在2024年里面 很明显看到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电影方面的 大方向应该就是这样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以前我们一直都说 电子游戏翻拍的电影的话 都是赔钱的嘛 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里面 就是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感觉好像是成功的作品 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超级马力的成功 让人感觉到 就是说感觉好像 这个门重新打开了 所以说超级英雄不在了 但是很多这同样的这些大片子投资呢 都会转到就是有电子游戏基础 这些IP产品去了 这是我觉得可能发生的事情 另外也就是说很多优质的作品呢 现在都是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 我现在注意到就是总体来讲 因为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 很多投资都从电影屏幕上转到 电视剧屏幕上去了 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就是编剧作品呢 都在电视剧的平台上面 都是在网络平台上面 所以说王家卫都开始拍电视剧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状态啊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状态 因为如果大家都在看去 我不想说老马丁是正确的 但是你想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电影院都在演超级英雄大片 再赚钱 那么有这种很小制作的片子 它出来了之后 它很难挤进电影院的 那么他们的生存的平台呢 其实就是说即使你做出来了 你的生存平台也是网络平台 那么以后就这种 就是说小的新的 专精概念的这些独立制作片子 就是以概念 以构思来取胜的小制作片子 都会在就是网络平台上面 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 我觉得像我们以前说 这种片子其实是越多越好嘛 因为它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生命力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作品可能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生存的空间呢 在网络平台上越来越成熟了 我觉得进电影院还是会的 但是你这两年也看到 就是进完电影院 上平台的时间会特别的快 所以电影院它肯定是要进的 这第一笔钱是要赚的 而且如果在电影院口碑好的话 它上了平台以后 会有更多人想去看 而你直接把它扔在了电影平台上面的话 那它和其他的平台上面的电影 它的竞争是一样的 因为没人吃到这部电影 只有你在电影院里面演过了 有了一定的口碑以后 它才可以跟其他的平台上面的电影 可以区分出来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这不多吧 反正一月份保证应该还是会有 这个加根的节目虽然12月没有 所以相信很快我们又可以再见面了 所以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的节目订阅点赞打分留言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你的微信群微博上面 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 那我们所有的节目呢 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播客平台上面 可以搜索得到 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每次要重复一遍这个呢 还是因为有些平台会喜欢 莫名其妙下架我们的节目 那么想听全我们所有的节目 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多重的平台上面 关注我们 那对于我们的节目本身 或者是讨论的影视作品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讨论一些什么话题的话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 最好的方式呢 还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话说电影 从中还可以取得 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 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 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 讨论影视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大话说电影 3047的收听和支持 也感谢你们对我们 2023年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次再见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